各位朋友 歡迎回來《把酒當歌》 《把酒當歌》的弟子 就是不可不知的觀念 今天我們的話題 就是香港和內地的矛盾 因為最近有狗論 有蝗蟲論 加上很多現象 是不少爭論的 我們看看 今天《經濟日報》的王永 概括有九種矛盾 我們讀出來給大家看看 一個是內地人推高了樓價 推高了香港的樓價 另外在一個名品店上 就是港人遭到別人的歧視 雙非孕婦 令香港的孕婦難找到床位 跨境學童 激進了邊境的學校 還有自駕遊令香港癱瘓 新來港人士蠶食香港的福利 自由行令廣東道淪陷 港人本身的個人身份低落 粵語文化逐漸不消失 就說有這九種 是不是呢 好像有很多真的不太準確 有些是刺是而非 這是民間的看法 陳先生 你知道嗎 你說內地人推高樓價 不一定是內地人的 香港人自己賣樓 樓價或是香港的樓房投資 變成了財富儲值 保值的一個方法 所以只不過是人們覺得 很多豪宅被內地的資金買了 會覺得是這樣 還有所有的香港的樓宇 都是開放給境外投資者 而沒有分開兩個市場 所以覺得是 一路價格不斷升 應該就是外來的資金湧入 但外來資金不一定是內地的 是 我覺得這裏羅列的九樣 就是香港人和內地人的矛盾 就有不少是似是而非 有些簡直是勝賴的 比如說內地人推高樓價 列在第一位 其實數字就最有說服力了 整個2011年裡面 跟內地人有關的樓款 投入樓市的金額是600億元 是佔整個市場資金總額的19.2% 差不多兩成 差不多兩成 其實來說 這個跟樓價公共內地人 來炒的季根本上 沒有必然聯繫 因為現在很多地區的樓價 對比97年的時候 還沒有回到97年的高峰 那時候沒有內地人來 根本上香港的樓價 就是自己的供求失衡 因為香港有87%的土地 還沒有規劃 還沒有去利用 還沒有去儲備 700萬人集中在13%左右的地方 去生活 去工作 去娛樂 去交通 所以變成這件事 就是因為香港本身是簡單的低稅制 它沒有其他稅種的了 變成在這樣的情況下 靠高樓價 高地價 高租值 這個三高 形成政府賣地的房的收入 以及從這裡來的稅收 來去覆蓋裡面的簡單低稅制 去補貼裡面政府的開銷 所以變成這件事是香港裡面 簡單低稅制的一個代價 也是它土地政策 沒有長遠科學規劃的一個造成的惡果 怎麼可以賴內地人呢 現在其實看回這九種 其實概括起來 我想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就是說 是不是在香港福利上 受到侵蝕的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說 一個價值觀 雙方面的觀念的矛盾的問題 是不是有這兩個問題呢 其實歸納起來 福利侵蝕其實香港的公帑和香港儲備很多 只不過是他們覺得有這種恐懼 等於剛才說 外來的內地資金買香港的房子 只不過是兩成 但是人們會覺得源源不絕會來 有一種恐懼 於是覺得是侵蝕 侵略 殖民 跟爭藏位一樣 可能只有千多人爭 但是它產生的效果 就覺得這些人造成壓外的壓力 譬如如果本地人爭 他不覺得什麼問題 本地人爭 他就會直接面向政府拿 但是如果外地人 或者是大陸人下來 他就覺得 為什麼有外人下來 他忽然間就會注視到那些人 而且那些人 他會覺得是 他背後有十三億人 源源不絕地下 是基於那種恐懼 就是基於那種龐大流量的恐懼 是令本地人有一些的反抗 或者是莫名的 心理上的徬徨 比如你說雙非 這個孕婦來講 產子這件事 現在傳承最熱爆的話題 其實這件事 有些人就針對說 別人內地的孕婦是黃蟲 抗議大支的內地人是黃蟲 這種說法裡面 就是沒有什麼根據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按照1999年 人大吳嘉寧案釋法的時候來說 是說了雙非裡面的嬰兒 是沒有居港權的 但問題是你2001年 香港終審法院 莊豐原愛的裁決裡面來說 是說有居港權 你想想大陸只准生一個 第二胎裡面就不讓你生的了 好 他現在能夠來到香港 香港一生就有居港權 拿到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 再加上裡面可以逃避 內地一胎化的政策 何樂而不為呢 是你自己中門大開 是你自己在法律上 弄出一些漏洞 被人進來 所以這件事是不關內地人負視的 人望公署走 水向低處留 這件事可以理解 始終這個缺陷 就是管治層面上的造成 但是作為一般市民 他就好像先頭說的 陳先生 你說的 就是他有一個福利損失的恐懼在 對 他們覺得福利是 應該是用國民原則的 應該是用香港居民享有的 雖然《基本法》寫明 和法院判過 他們可以按照《基本法》的條文 是拿到居港權 拿到所有的香港居民的福利 但是他們覺得這個 好像全世界都不見有政府 是這樣優惠外地人拿來拿福利 而且一生了兒子就可以拿到居留 於是由於這一種的 它法理上是對的 但是在政策上 政治上 他們覺得這個不合理 於是就有這種反彈 另外就是個別下來 生兒子的人在行為舉止上 因為外地人下來陌生地方 他必然是恐懼的 他不知道公共資源是大家公平使用的 他會在隔外叫醫生照顧他 或者炸地說點床點隻 令到周圍那些本地孕婦覺得 為何這些人的行動那麼橫蠻 或者是經常都叫護士 經常都叫醫生 形成了一些 又不是誤解 而是在行為上的不同 這次就有些… 很多不同的行為上的不同 最主要是甚麼呢 香港是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 內地是社會主義的 是一個發展中國國家的形態 所以兩地的居民 由於兩地社會的法治 文化文明的程度不同 所以就形成了有這些 在文明文化方面 觀念方面的落差在那裡 所以變成這件事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說回歸15年來 在香港和內地的融合過程當中 是會有磨合期的 產生這些磨擦矛盾 這些是正常的 不過最重要 我們記得大家都是骨肉同胞 分甚麼香港人大陸人 香港1842年 割讓給英國的時候只有2000人 然後二次大戰結束的時候 香港只有45萬人 現在700萬人 除了在香港土生土長之外 絕大多數都是由大陸下來的 就比如我自己 1973年游水下來之前我是大陸人 現在39年來我都是香港人 但是我現在父母 弟弟妹都在廣州 他們是大陸人 難道你可以將我們香港人和大陸人 割裂開來嗎 根本上是血濃於水的 這件事裡面就是 大家都是骨肉同胞 本著與人為善 以身作則 以和為貴 這樣的態度去互相包容 互相提點 互相規勸 這樣就能夠達至一個共識 會融合下來 現在看回一些東西 有些東西真的是兩體 譬如說 自由行 令廣東道淪陷 淪陷就是說很多人來買東西 很多大陸人來買東西 很多大陸人來買東西 一方面可能有弊端的方面 另一方面香港也是得到好處的 是不是應該是兩體的東西 他們得到好處的是一些名店 或者是擁有物業 或者擁有商場的地產商 或者是直接跟這些自由行消費 有利益關係的人 但一般的人 由於他們不是在市郊的購物店 那些地方賣東西 直接跟本地人一起買東西 一起搭車 所以如果流量很龐大的話 任何城市都頂不住 因為流量的差別 所以香港人上去 大陸沒有問題 一上去就不見了 國土那麼寬 但是大陸人下來 香港的面積很小 市區面積很小 而且他真的跟日常的人 一起搭地鐵 一起逼車 然後一起買東西 一起吃飯 會形成很多矛盾 但如果沒有自由行 是不是香港會失業率 會上升很厲害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不可以好了雙巴亡了痛 自由行 大家知道是2003年 當中 SARS SARS疫症之後 裡面50萬人上街之後 裡面是中央作為挺港措施 去推出 你想想 當時我們經歷了 連續五年的通貨收縮 亞洲金融風暴的後遺症裡面 在肆虐的時候 又來的SARS疫症 所以在那時候 百業蕭條 人生惶惶 跟政局動盪 那時候來說 中央 司柏安排 自由行 大型國企離港上市 人民幣離岸服務 要是你的挺港措施 就將我們的香港經濟 轉危為安 我們大家都得到好處 去自由行 帶換了酒店業 旅遊業 運輸業 零售業 飲食業等等 製造了很多就業崗位 所以我們現在的失業率 降到3.3% 這個也是居公自衛 還有我們的經濟裡面 連連都有4%至6%之間的增長 這些自由行 也是起了一個很重要的支柱作用 如果是這麼可怕的話 為什麼台灣裡面 當綠黑燈台裡面 是一個強心劑呢 所以我覺得來講 這件事不可以說 因為有個別人裡面 高聲圈蛙 或者縱容 子女裡面 隨街小便 或者個別人套譚 或者蹲街邊 這些 我可以規勸他 好言好言 斯丹亞 這個地鐵裡面 不可以吃東西的 你看看這個告示牌 人家就會接受 不需要說一定是惡言惡語 歧視性的口吻 來仇視的態度對待別人 我覺得這件事 大家都是骨抑同胞 我覺得人民的團結來講 是同胞之間的互助 但這種矛盾的爆發 人家有很多人說也是必然的 是會有的 你說捐錢救什麼水災 救四川地震 但如果你說一講到錢 講到來進來這裡侵蝕 或者令到他生活不變 或者令到他本地人的公共資源受損 就不是同胞這樣的口吻 香港人自己都會有差異 何況是有大陸那邊過來的人 所以是很自然的 你說這件事我們叫講錢收緊情 或者講到公共資源分配 或者講到你去明店買東西 明店是有售貨員賺到一份工 但我看到我平時光顧開店 一間間的收拾 我們買自己的民心物品 要很遠很遠買到 或者廣東到我簡直不敢再去 已經逼得很厲害 而且已經用普通話招待人 對香港人很怠慢 這些民心或者民情 他是感受到的 但這是政府沒有處理到的問題 但你比如DNG名店 他們認錢不認人的態度是不對的 香港人就不准拍照 但是這些不是內地同胞的錯 我們不可以亂貼標籤 來製造同胞之間的仇恨 而最重要的是 我發覺有一個什麼現象 孔慶東裡面說香港人是狗 我也寫了 我為港人古語夫 斥孔慶東 你想想在尖沙咀那裡 那些廣東道那裡 有七八個年青人裡面 我想他都是90後的那些 來唱什麼 《黃松天下》 其實這些人是什麼問題 整個香港政府管治裡面 這個來講很弱雞 又這麼多年來 貧富懸殊分配不公 造成了人不滿 其實是有些90後80後 他們向上流動的機會減少 然後借題發揮 來就這些事情去發為 現在很重要的一件事 有矛盾出來怎麼解決 很難解決的 原因就是中港之間 其實我覺得 剛才《經濟報》說 有九點矛盾 其實我覺得有三個是不平衡的 一個就是制… 很簡單 一句話 因為我們時間到了 因為權力不平衡 因為是中主角和地方政府關係 我覺得政府管治有很大的責任 是很多矛盾 政府可以取出措施去疏道 政府要聽著 要加強管治 是的 但是他們在看 我都是我 然後我吃幾碗 那些東西 我只是好想到 還有這個 在哪個地方 我不會愛你 那麼姑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